我们对电的理解不止于一个国家的信用 也是我们国家控制通货膨胀最好的手段 因为电实际上是商品里面最核心的部分 能源是最核心的部分 如维持中国工业用电的稳定 价值的稳定 我国制造业就可以维持50年稳定的发展 2023年12月6日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标志性成果 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 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2023年12月29日 由中核集团牵头组成的可控核聚变创新联合体 在四川成都宣布成立 如何看待能源战略上的重大部署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它的重要性是 我们提出来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人民币的定价逻辑 人民币的定价逻辑 在1948年12月份 人民币第一次发行的时候 它的定价逻辑是依照 山东海币 我国解放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边区货币的定价逻辑 其实边区海币的定价逻辑是 食用盐 约略是一金盐一块钱那样的一个定价逻辑 我们新中国就是这样建立的 其实中国共产党可以在边区赢得抗日战争 最后在全国赢得解放战争 我们获得胜利的原因是我们有一套正确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 其中货币是非常关键的 实际上我们在抗日战争的后期我党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 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高的境界或者是非常高的水平 人民币发行在1948年 距离解放还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恰恰是新发行的人民币彻底击垮了国民党 因为他们的金元券和银元券实际上最后导致了国民党政府的金融崩溃 而我们新生的人民币在中国广袤的领土上逐步的取代了旧有的货币 我们在这个货币基础上建立了新中国的财政 建立了我们的金融体系 他也在建国初期为我国的稳定和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实至今为止 关于建国初期我国的财政和金融表达他们的正式的文章不多 艺术作品呢极少 我见过一部电视剧 写的还是在西南地区人民币发行的一些故事 而且写的不准确 当时的一些老同志大部分都走了 经历过边区货币发行的人也都走了 既然写中国当代史呢 这是必要写的东西 因为这个事情很急迫 因为很多人的年龄都接近一百岁甚至更大了 但我知道这段历史对中国经济 研究经济的人和中国经济史极为重要 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从1956年 人民币呢就逐步的有一点点的脱离了主权货币应有的样子 我们的定价逻辑不再是山东海币的盐的定价逻辑 开始以卢布为依据作为定价逻辑 因为我们纳入到整个的苏联的华约的经济体系里边 然后我们再以卢布作为定价依据 这个事情一直持续到1995年 然后我们开始人民币跟美元挂钩 一直持续到2015年 我们说跟美元脱钩了 但我们其实没有脱钩 我们是跟一揽子货币挂钩 我们今天中国仍然是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 但我们把钱拿给别人去用 自己不用 原因是我们自己的货币 主权货币依旧没有定价权 依旧需要用美元或者他国货币 进行某种的描定 进入新时代了 我们能否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 同学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我一直建议让人民币跟工业用电价格 挂钩 工业用电价格挂钩有三个好处 第一 我们的定价逻辑是一个必须经常使用的商品 比如说电 我们以前是用盐 用电这个挂钩呢 跟美元具有同质性 因为美元在脱离了金本位之后 实际上是跟石油挂钩 跟石油挂钩也就是跟能源挂钩 是跟这个世界上最核心的商品挂钩 我们不一定要跟石油挂钩 因为我们化石能源会越来越少 但我们可以跟电挂钩 其中这个同学涉及到谈到的是核能 我国是制造业第一大国 同时呢 进入到AI人工智能这个历史时期 对电的消耗量又极大 如我国人民币与电力挂钩 我国的人民币将摆脱与他国货币挂钩 作为美元兑换卷的这样历史性的过程结束 我们重返1948年 又拥有了一个非常牛的主权货币 从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史来看 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如果我们认为美国经济 美国的政治结构和经济出现严重问题 那么必须出现一个美元的替代物 这个替代物可能是欧元 可能是日元 可能是英镑 也有可能是人币 现在美元指数里边 有欧元 有日元 有英镑 有瑞典克朗 有瑞士法郎 就是没有人币 很多人问卢先生 为什么没有人币 至少比瑞典克朗 瑞士法郎要牛吧 为什么美元指数没有人民币 我告诉他 因为你没有主体性 就像港币 就算你比瑞士法郎还牛的时候 你也不可能是美元成分的指数 因为港币与美元挂钩联系汇率 你是美元兑换券 你没有存在的必要 你也不可能成为美国的参考指标 人民币 之所以不是美元指数 就是你没有独立性 你没有主体性 你不需要你作为他的参考指标 如2024年人民币彻底结束 一揽子挂钩 决定跟工业用电形成某种关联 那么美国第一时间就会将人民币 纳入美元指数第一阵列 我们对电的理解不止于一个国家的信用 也是我们国家控制通货膨胀最好的手段 因为电实际上是商品里面最核心的部分 能源是最核心的部分 如维持中国工业用电的稳定 价值的稳定 我国制造业就可以维持50年稳定的发展 此次 此次 俄欧战争摧毁德国的 摧毁欧洲工业的 就是电价 如果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解决了 大体上 经济上的长日久安和政策上的长日久安 就同时解决了 所以在电的问题上多说两句 就说这么多 南方为什么是南方 南方为什么是这个现状 我们到底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大家好 我是温铁军 我们准备了一个很重要的系列课程 统称为叫做南方世界观 希望大家适当地集中点精力 能够跟我们一起 把这五讲二十四节的课上下来